欢迎收看5月31号的《财极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李宁 首先来关注股汇行情 蓝筹股业绩暴洁 基金经理趁机扯购 带动马股鞋下五连升 近日再涨14.26点 以1650.76点挂收 5月整体而言略走高8.47点 有今无险度过五穷月 马币盘中一度跌破4.20重要关口 随后止跌回扬 对美元持平收报4.1890令吉 接下来有企业Begawai的单元 在马电讯前首席执行员沙查理 卷入彻职潮而卸任之后 这一家垄断固定线市场的电讯公司 依然群龙无首 原来不是找不到人 而是沟通出了问题 市场此前胜传 马电讯主席罗斯利曼 拒绝依照财长机构的决定 委任首席营运员英利摩达 担任首席执行员 马电讯今天谈后发表文告 否认传言 强调董事部是在首相办公室的要求之下 搁置财长机构的委任要求 而且当初也是董事部 向财长机构提出这项委任 无论如何 马电讯并没有说明 首相办公室提出上诉要求的原因 另外来看 因证券投资的波动冲击盈利 雇员工基金局截至今年3月底的 首季投资收入报96亿6千万领级 较去年同期少了25% 该局副首席执行员 莫浩莫纳西说 占了投资39%的证券虽然波动 但长远来看 却有更优渥的回酬 能确保该局派息率 有能力超过至少通膨率的2% 最后来看 国家石油截至3月底的 首季业绩报告 国优第一季营业额报 621令吉 较前期的579亿令吉 高出7% 归功于石油产品和 异化天然气销售增加 以及马币贬值等利夺发酵 在营收提高之下 国有第一季经历高挂 142亿令吉 比去年同期增加9% 另外国有预计 边界栏计划的商业化活动 将会在第四季期开始 预期初步阶段 不会动用所有产能 今晚的财经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